阿彌陀佛 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友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還是一樣繼續學習 關於阿彌陀佛佛光的作用 上一次我們講到 阿彌陀佛的佛光 就是為了攝取念佛人而已 我先把經文讀一遍 我們看 《阿彌陀經》提到阿彌陀佛的無量光 其實就是為了攝取念南無阿彌陀佛的眾生 為什麼阿彌陀佛的佛光只有攝取念佛人 不攝取其他的呢? 少大師就解釋說 這是因為有緣的原因 念南無阿彌陀佛的人 就是和阿彌陀佛有親近的緣 有阿彌陀佛加持的真相緣 所以自然阿彌陀佛的佛光就會攝取不捨 我們看 少大師他跟一般人的解釋是很不一樣的 為什麼? 各位我們想 一般人是怎麼解釋的呢? 如果說有人問 為什麼阿彌陀佛的佛光只會攝取念佛人? 有些人肯定說了 這是因為念佛人很有修行的功夫了 他已經念佛念道功夫都不錯了 所以才有佛光攝取 但是我們看 善導大師什麼修行功夫 一個字都不提 直接說 這是緣分 一名清緣 二名淨緣 三名真上緣 是因為我們念佛跟阿彌陀佛產生很深厚的緣 所以才有佛光攝取不捨 並不是因為我們個人修行功夫的 像有一句話說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就是說 有緣的話 千里之外的美國人 英國人 我們都有辦法認識 但是如果說沒有緣的話 對面的鄰居是什麼樣的人 就完全都不知道 是不是 各位? 你們現在住在自己的住宅區 你們能夠認識每一戶人家嗎? 可能到了今天 住了10年 20年 還是有些看都沒有看過 對不對? 是啊 但是你們看 你們就偏偏認識來自馬來西亞的禁本法師 上次我們這裡還收到來自非洲的信 連非洲都有在收看我們這個網絡平台 為什麼呢? 請問有邏輯的嗎? 因為按照邏輯來說 我們應該跟我們的鄰居是比較親近的 我們跟我們的鄰居應該是比較熟悉的才是啊 但是你們看 你們就偏偏比較認識來自千里之外的我 你們可能連自己鄰居的名都不知道 但是就是知道馬來西亞有一位禁本法師 所以各位是沒有什麼世間邏輯的 就是因為有緣而異 相同的 為什麼阿彌陀佛的佛光 就是為了攝取我們念佛的人? 為什麼我們念佛的人 就能夠決定到十萬億佛國土之外的極樂世界? 這難道是因為我們會修行嗎? 難道是因為我們已經開悟了嗎? 統統都不是的 善好大師說 是因為我們這些每天專念佛號的人 跟阿彌陀佛結下來太深厚的緣了 你看善好大師說的 有清緣 有淨緣 有真相緣 然後又說有互念的緣 滅罪緣 四身緣 正身緣 種種的 總之一句話 就是我們念佛的人跟阿彌陀佛太有緣了 就是因為念阿彌陀佛會跟阿彌陀佛結下這麼多的緣 誰就註定阿彌陀佛的佛光會照顧我們攝取不捨 讓我們能夠得身到祂的淨土 讓我們可以跟阿彌陀佛永遠就不會分開 就好像說 家庭裡面能夠成為一家人 其實講白了 都是因為有緣而已 各位 全世界80億的人口 但是 偏偏就是那幾位 成為我們的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 那我們難道還能夠說出什麼道理嗎? 難道這是因為看能力 看外貌 看福報的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每個人生的孩子應該都是長得好看 有能力 都是健健康康的才是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不一定的 我們看有時候 父母健康 有能力 但是生的孩子就是天生有殘缺的 那就算是夫妻也好 你可以自己選自己的夫妻 但是有些就長得不怎麼樣 但是她還是有人要 在她的太太還是先生嚴厲 她就是最好看 最順眼的 那我們能夠講出什麼道理嗎? 其實都是因為有緣而已 有緣就能夠成事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聽到別人說 哎呀 你這個煩惱這麼多 業章這麼重 息息大 沒修行 你這樣子的念佛人 阿彌陀佛也要嗎? 是啊 這樣子的人念佛 阿彌陀佛也要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緣 有一句話說的 情人眼中出西施啊 各位 就算一個人長得像這個醜八怪 但是 在他的情人的眼裡 他就好像一位美人西施一樣 那講得開玩笑一點 我們凡夫念佛人 其實就是等於是阿彌陀佛的小情人 我們看佛說的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這個攝取不捨是比小情人還要輕啊 因為情人之間也不可能有什麼攝取不捨的 還是會分開 但是念佛人就是永遠被阿彌陀佛的攝取不捨 所以上老大師說 就是因為有這個緣 所以 不管我們念佛人 就是個人的修行的成績單 是如何的不及格也好 阿彌陀佛都會看我們非常的順眼 阿彌陀佛都會照顧我們的 這就是彌陀化身 善導大師淨土思想 他跟一般人解釋不同的地方 因為一般人 常常都是解釋說 你要怎麼樣修行 怎麼樣修行才可以 但是善導大師就不談修行 只講念佛人跟阿彌陀佛有緣 其實各位 我們凡夫不管怎麼厲害修行 到頭來還是凡夫一個而已 各位 你承不承認? 有些人不承認的 因為他覺得說 他學佛以後 他就是一尊菩薩了 但是各位 我想想看 請問我們現在有辦法像菩薩一樣捨身餵虎 割肉餵鷹嗎? 就是 你遇到動物肚子餓 我們把我們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來 餵老虎 餵老鷹 請問我們能夠行嗎? 這肯定是不行的啦 我們人有時候 蚊子一多 就開始要向這個政府投訴了 你看 還要把這個窗關到緊緊的 就不讓蚊子進來 這樣 其實你還講什麼菩薩道? 就算 未蚊子你能夠做得到了 但是 要捨掉自己的命去做 我們凡夫還是做不到的 尤其現代的人 他的心好像特別的脆弱 你不相信是吧? 那你可以試試看啊 你罵他一兩句話 甚至你講他一兩句話 你就知道了 你當你講他一兩句話 你大概會聽到那個 玻璃心碎掉的聲音 你就是只會講我的壞話 下次我不要再來了 所以各位 現在的人 你不要說要他的命 單單講一兩句話 他面子掛不住 你就保證下次見不到人了 他可能會找理由說 哎呀 我跟這裡沒有緣 佛是不度無緣之人的 你看 明明是自己心量小 結果他還說 佛不度無緣之人 這些例子還是千千萬萬例子當中的一兩個 還有對家庭 工作 財產 感情 種種的 不難看出我們其實就是凡夫一個 哪裡還能夠談什麼修行的菩薩呢? 尤其到了幾千年以後 佛法滅掉的時代 你看 那個時候的人 基本上已經到了瘋狂的程度 就亂打人 殺人的 在那種情況 請問還能夠講什麼修行嗎? 如果還講修行的話 保證沒有人可以被阿彌陀佛那裡度到了 但是佛說的 就算你現在到了滅法時代 只要有人願意念佛 他還是百分之百能夠得度 一個念佛的人都不會被漏掉 要問什麼道理呢?很簡單 就是因為念南無阿彌陀佛跟阿彌陀佛結下的緣太深厚了 所以不管什麼樣的情況 阿彌陀佛決定會救度的 不看個人的修行 就什麼樣的人念佛 什麼時候念佛都是一樣 除非今天你是東修西修 你不願意專念專靠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那當然就沒有這樣殊勝保證的利益 少老大師就有說過一句千古有名的開示 少老大師說的 我先讀一遍 於比日至見文 諸方倒數 解形不同 專查有益 但使專業作者實際實生 修雜不自信者千中無益 我們看 少老大師說的 那個時候 他常常看到 聽到 不管出家還是在家人 因為個人的理解不同 所以有些人他就懂修西修 修了很多的法門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專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那有些人聽到這裡 可能覺得還好 尤其現代的人要講個人的自由 你修什麼都好 但是善老大師最後就講出驚人的話 大師說的 專業作者實際實生 修雜不自信者千中無益 就是專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 十個人就有十個人成功到淨土 一百個人專念就有一百個人成功到極樂世界 這個結果聽起來就很好 因為沒有一個人會失敗的 你看 大師說 他看到 聽到每一個專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都能夠成功蒙佛接引到淨土 但是 下一句話說了 修雜不自信者千中無益 如果今天不是專念佛號的 是那些東修西修的 一下子今天修這個法門 一下子今天又修那個法門 一下子又說自己要開悟 一下子又說自己要持咒 一下子又說什麼修功德的 這些是不是佛法呢? 都是佛法 都是正法 但是 就不是跟阿彌陀佛有關係的佛法 他並不是阿彌陀佛 心智成就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 所以 結果就是千中無益 一千個東修西修的人 到最後都沒有一個成功能夠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各位 我們今天在這個時代 其實我們可以好好想一想 如果說我們這一生 沒有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的話 那我們以後會到哪裡呢? 請問五界 我們能夠做到多少呢? 你頭腦的貪生是有幾個呢? 你上一次生氣又是什麼時候? 你吃的肉 殺的動物 昆蟲有幾百隻呢? 所以如果說 你不到淨土去 那講得不好聽 我們直接就咻 就是掉下去了 所以聽到這裡 我們還不專念南無阿彌陀佛蒙佛經營 到淨土做什麼呢? 有人說 善爾大師可能講得太武斷了 就講得太肯定了 但是各位 你講人之前 我們首先要先看看自己到底有幾兩眾 人家是善導大師四個之大名 你以為這是你隔壁的安哥安地普通人 可以隨便投訴的嗎? 各位 我們看善導大師的背景 善導大師是千年以來 相傳都是彌陀化身 就是阿彌陀佛 在我們這個地球 視線的祖師大德 今天的佛教界 不管基本上是哪一個傳承的 都沒有人敢站出來否定善導大師是 阿彌陀佛化身的事實 歷史的大德 基本上每一位聽到都會承認 都會點頭 善導大師就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連近代的這個印光大師 你看 他一直都在講善導大師是彌陀化身 再來 善導大師還是淨土中的開宗主師 中國佛教八大宗派當中 這個淨土中的成立就是善導大師 天台宗是智者大師 禪宗是惠能大師 淨土中就是善導大師了 這是歷史上公認的 所以如果說有人他真的敢批評善導大師 那可以自己先去創一個宗派 得到大家的認可再說了 不是說今天你找幾個人 或者找幾個大學教授給你簽名 認這就算的 這是要佛教界 以及千年歷史公認的宗派才算 要像北傳八大宗派的這一種 再來 善導大師還是震到兩種三昧的大德 他就是震到觀佛三昧跟念佛三昧 歷史上能夠震到兩種三昧的人 基本上就是很少 可以說 除了善導大師以外 就沒有人了 像近代的陰光大師 可能連其中一種都沒有正道 也不肯定 也沒有人驗證 但是善導大師是兩種三昧的正道了 所以善導大師他是隨時隨地 可以見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 他老人家 你看 手指一直天上就會出現淨土 張開嘴巴念佛 就有佛光出現 就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祖師就對了 所以各位 善導大師的頭銜是很長的 你看 他是彌陀化身 是淨土中的宗主 是清正三昧 是念佛放光 是萬代景仰 如果說今天有名片 可能要兩張才夠寫啊 最後才說 要批評善導大師不對之前 要先照照禁止 這個話不可以講得太快的 今天 如果說有普通人 你講的跟善導大師講的不一樣 那我們當然是選擇相信善導大師的 是吧? 難道說我們會相信你的嗎? 對不對? 難道這樣子的大祖師不信 我們還信普通人的嗎? 那這樣怎麼能夠講得過去? 而且 講到專念佛號決定能夠往生淨土 修雜千宗無一 除了是善導大師的開示 而且 也是善導大師親眼親耳接觸到的事實 那我們還懷疑什麼呢? 各位要知道 善導大師 他並不是關門起來 閉關自己亂想出來的 善導大師 他是一位把阿彌陀佛 介紹到給每一個老百姓的大人物 你看 當時就是流傳加加彌陀佛 每一戶人家都知道阿彌陀佛的存在 而且 善導大師還是落實註念的第一位祖師 可以說 善導大師他親自見到人 過失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所以 善導大師就好像現在人所講的 他基本上就是人神的聖利主 因為善導大師有經典祖師的傳承 他有念證三昧 他又有法源 又有經驗 勸人念佛等等的 那你想想看 這種大祖師 我們還敢隨便的懷疑嗎? 如果說今天敢懷疑的人 那你有沒有搞錯呢? 他講得不好聽 你以為你是誰啊? 人家大師是阿彌陀佛再來 你都敢懷疑 那你至少是阿彌陀佛再來第二號才有資格懷疑嘛 那你現在什麼都不是 可能還是善樂道再來的 那你哪什麼都來懷疑正宗的阿彌陀佛化神的大師呢? 你看 比佛法 比見識 不夠善導大師的多 比功夫 比修行 也不夠善導大師的深 那比經驗 普通人也只是在家裡看幾本書而已啊 那這些人 這種人還要敢大神喊反對啊 我們講 真的是丟臉丟到家了 都不知道呢 哇 這個懷疑的人頭腦是裝什麼東西的 哇 我好像講得太兇了 難怪我以前是讀法律讀律師的喔 不過各位啊 我也只是為善導大師證明而已 我不是說在罵人 因為如果說今天我們不把這個事情給講清楚啊 還真的有人把善導大師這隻大老虎看成小病貌啦 那你這樣子就不行了 我們該講清楚的時候 還是要講清楚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想啦 哎呀 師父啊 經過你這樣講 我都不敢亂懷疑了 但是 我的心裡還是有一點不明白嘛 為什麼善導大師說 專念佛號的就決定能夠往生 東修西修的 反而1000個都沒有一個能夠成就呢 你看這個結果 基本上是差一個天一個地的 那為什麼說有這麼大的落差呢? 理由就是剛才已經說了 就是有緣 清緣 淨緣 真上緣 好像說 今天明明有兩個人 兩個都是人 但是為什麼說你跟一個相處得很舒服 反而另外一個 你會覺得說很顯眼 很愛眼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其實就是因為一個是緣分深 一個是緣分淺的關係 專念佛號的人跟阿彌陀佛的緣分就很深 所以不管怎麼樣 阿彌陀佛決定能夠救度到他到極樂世界的 我們講的好兄弟就是兩類插刀 就是關係太好啦 所以幫人就幫到底 送佛就送到西 所以阿彌陀佛跟我們這麼親 一定是把我們送到極樂世界為止的 但是 如果說 你今天不是專念阿彌陀佛的 你可能也是東修西修的 什麼大悲咒 心經 等等的 雖然那些都是佛法 但是那些法門是跟阿彌陀佛 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 所以修那些的 反而跟阿彌陀佛的緣分就很淺 當然我們講的 就有一點格格不入 千中無一 往生淨土就難了 善導大師關於這個雜修的開示 他又講了幾次 你看善導大師說的 隨緣雜善 恐難生 回生雜善 恐利弱 修雜千中無一 我們看 講難 講弱 講機會少 就是因為其他法門本身的本質 跟阿彌陀佛緣分淺所造成的 所以才會跟專念佛號的結果差這麼多 這並不是說阿彌陀佛不慈悲 而是每一尊佛 他都有自己度眾生的本願力 如果說你不符合阿彌陀佛的願力 那又怎麼能夠得度呢? 難道說今天阿彌陀佛會無緣無故 接引普通人到往生極樂世界嗎? 那難道說今天阿彌陀佛也會接引 南傳佛教的人往生極樂世界嗎? 當然不會的嘛 為什麼? 因為那些都不是阿彌陀佛的法門 跟阿彌陀佛沒有直接關係的佛法 當然跟阿彌陀佛的感應我們講就弱了 這並不是排斥 這並不是極端 因為這是事實嘛 佛門裡面八萬四千法門 又不是說每個跟阿彌陀佛都有關係的 當然你就不能說 修任何法門都會跟念南無阿彌陀佛一樣 就好像說 一個國家 它有提供自來水給每一個人民 只要你打開家裡的水龍頭 自然就可以用到水 但是有一個人不是 他說 我不開這個水龍頭 但是你為什麼不給我水呢? 所以他就打去給政府部門投訴 自己沒開水龍頭 但是還有投訴政府不給他水 那你這樣子其實就很奇怪嘛 是不是? 因為你不開水龍頭 又怎麼能夠得到水呢? 所以 這沒有不公平 相同的 今天阿彌陀佛把佛號送到我們家門口了 甚至已經送到我們嘴巴旁邊了 只要我們一開口成念 阿彌陀佛就放光色取不捨 保證我們的往生 不管今天誰念佛都是一樣 那這個其實就是真正的公平了 哪裡有不公平呢? 如果今天別人念佛有社區 而你念佛阿彌陀佛沒有社區的話 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但是現在不是嘛 現在 你看 人人念佛 人人都被阿彌陀佛社區不捨的成就 那這個就是真正的公平了 結果有人反而不要專念佛號 還要東修西修 然後怪阿彌陀佛不慈悲不捨取他 那你這個道理就怪了嘛 雖然說 不管眾生如何 阿彌陀佛都不會捨棄的 那只是說你東修西修 不願意專念專靠南無阿彌陀佛的人 他跟佛的緣分就很淺 那這輩子要得度其實就難了 其實以名號要度眾生 是阿彌陀佛化惡無量級所結論出來 又簡單又殊生的真理 那我們既然是凡夫 我們也沒有那個本錢去靠自己修行成佛 那我們聽話一點 難道不是很好嗎? 難道我們以為說 阿彌陀佛是壞人會害我們嗎? 各位 我們講壞人才是需要懷疑的 但是現在 他是慈悲的阿彌陀佛 給我們成就無量無邊的南無阿彌陀佛佛號 那請問 我們還懷疑來做什麼呢? 曾經有一位叫陳居士的人 他往生的時候差不多70歲 這位陳居士之前還沒有認識到我們淨土宗 但是 那個時候 他已經知道有阿彌陀佛 有極樂世界了 但是就是不認識淨土宗的傳承教理而已 所以 雖然那個時候 他說他要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但是 他是修得比較多 也比較視力 就是沒有靠佛力救度要專念佛號的觀念 所以一開始的他 可以說是嚴格到不得了 因為就認為說 單單念佛還不夠 明明他是不認識字的 但是 他還是把《無量壽經》裡面的每一個字都學會讀 而且 他每天是跪著送完整部經的 就是跪著送經 這一跪 大概就是要跪一兩個小時了 因為《無量壽經》其實是很厚的 那不只如此 他還每天禮佛幾百拜 甚至還朝山布施等等的 就是修得非常多 非常多 而且 如果說 他今天訂的功課太多做不完 他就留到明天 那明天 如果做不完 再留到後天 他要聽別人說 要往生極樂世界 一定是要靠自己修很多很多的資料 所以 他就聘死命的去修 其實老實說 我在接觸淨土宗以前也是這樣的 很多人也是這樣 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一句話說 努力很重要 但是方向更重要 因為如果說 今天你的方向錯了 你再努力也是錯的 對不對 有沒有說 你明明走錯路了 結果你很努力的走 反正路慢慢的就變成對的 會不會這樣 不會的嘛 錯路走的再多也是錯的 因為方向一早就錯了 陳居士就是不知道 要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其實就是靠阿彌陀佛的佛力救度 就是專念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就好了 他現在的觀念是完全倒轉的 因為現在他的觀念 就是以為說要靠自己修很多很多 所以每當人家問他說 有沒有把握往生淨土 他每次聽到這個問題 心裡就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他不知道啊 因為他沒有把握啊 他根本就不敢肯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決定可以往生淨土的 像每次人家告訴他說 要修很多才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但是這個多 是多少的多呢? 我修了這麼多 是夠了嗎? 各位 這是沒有答案的 所以人家問他到底能不能往生 根本就講不出口 各位 我們想想看 這位陳居士 他這麼奴隸的人 可能他比出家人還用功 但是修到這樣 還是沒有把握 這就是搞錯方向的後果 所以方向不對 有時候你再努力也是沒有用的 他過後的情況不大好了 因為過後陳居士生病得到癌症惋惜 一直發燒 發高燒 都不會退 連續兩個月都倒在病床上 起不來 以前他可以一天誦經幾萬個字 但是現在一個字都不能讀 以前他可以拜佛幾百拜 那現在病倒了 一個都不能拜 以前還要朝山拜山 做種種的功德 現在在病床上 什麼都做不了了 他一直以為說 是靠自己這些修行 才能夠到極樂世界的 但是現在的他 什麼都做不了 信心就垮了 一直以來 他認為他的精進 現在都不能幫上忙了 這個時候 他才慢慢回想起 以前有一位蓮友曾經告訴他說 其實要往生極樂世界 就是專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靠阿彌陀佛的救度就可以去的 不用說要靠自己 東修西修這麼多的 那個時候他聽到這樣子的話 還罵人家亂講話 但是 當到了這個時候 躺在這個病床上 才覺得說 這句話有道理 是不是 各位? 如果說今天一定要靠自己修很多 才能夠到極樂世界的話 請問這個病人要怎麼修呢? 老人家又怎麼辦? 或者 我們為那些過世的人 註練念佛 你看 那些人都已經過世了 請問他們還能夠修什麼呢? 那講得徹底 就像剛才所講的 佛法到最後全部滅亡的時代 除了南無阿彌陀佛一句佛號以外 其他什麼佛法都沒有了 請問那個時候的人 還要靠自己修什麼東西呢? 就是一句佛號靠阿彌陀佛的救度嘛 這一想 陳居士才從 要靠自己修很多的觀念 轉為念佛靠佛力的救度 現代的人 有些人不承認 一句佛號就可以得度 整天要強盜 要靠自己修很多 其實講得不好聽 這些人就是沒有死過 他就是沒有生病 沒有痛苦 沒有面臨死亡 現在很健康 所以他講話就可以講得很大聲 我可以這樣修 那樣修 那如果說有一天 他被醫生宣佈說是癌症晚期 他被化療到 被修理到 躺在病床上都不能動 飯吃不了 覺也不能睡 眼睛也看不到 這個時候 他往往才知道 靠自己修 其實是非常不可靠的 當一個人 他病倒在這個床上 面臨死亡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 連醫生都不能給我們安心的 想要靠自己修行 其實還是不能夠給我們徹底的安心 因為當時自己已經無力了嘛 所以 能夠給我們安心的 就是知道說 一句佛號 可以靠阿彌陀佛 無條件救度而已 除了這個以外 基本上 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夠給我們安心的 陳居士 他當時是倒在病床上 才有這樣子的體會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有這樣子的轉機 他生病的期間 當然是很多的法師 還有很多的佛友會去看他 因為他以前結遠 並覺得廣嘛 我們的師父也因為認識 所以有去關懷他 關心他一下 那個時候 其實就發現 當時的他已經是非常安心了 他已經肯定 自己決定能夠往生淨土了 就算現在他是生病 倒在病床上也是一樣 這個生病已經不會成為 他掛礙不能往生的事情了 後來陸陸續續 有我們的法師跟蓮佑 都常去關懷他 那這個陳居士 他只要看到本門的法師蓮佑 他就非常的開心 因為 我們一般講的話 都是很正面 很肯定的 都是跟他說 哎呀 決定往生的啦 一定往生 阿彌陀佛的佛光會攝取不捨 每次他聽到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是很歡喜 就是很舒服 但是 他也說 另外一般的佛友就不是這樣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另外一般的佛友去看他的時候 就跟他說 哎呦 你這樣子不大行喔 你這樣子 你會倒台喔 你還是要先送送地藏經 金剛經 先消消夜才比較有把握才是 或者你還要做什麼功德 什麼功德 回向才比較保險 哇 後來這個陳居士就私下跟我們說 那些人真的是很白目啊 白目就是看不清楚這個狀況就是亂講話 為什麼? 因為陳居士說 我現在已經病倒在床上了 我平常起床都很吃力 結果你現在還要我送經 還要要求我修這個修那個 哇 這個呢 講到阿彌陀佛好像恐怖分子一樣 因為唯有恐怖分子 就是這樣子要求多多條件才要放人的 現在你看他們講的阿彌陀佛也變成這樣 你要修多多 那阿彌陀佛才就 所以這樣的阿彌陀佛他不是恐怖分子 那誰是恐怖分子呢? 所以陳居士就說 他就不想聽那些人講的話 因為他說他們那些講出來的 都不是佛的慈悲 講出來的話都是很負面的 所以各位要知道 就算現在是佛教界裡面 也是有這樣子的人的 所以有時候講得婉轉一點 就是勸我們要好好選自己念佛的緣 但是如果講得更直接的話 如果我們是念佛人 就盡量不要接觸不是同樣法門 不是同樣法脈的緣 師父曾經說過的 有人聽了這句話 可能覺得說這樣子是很專制 很固執 其實這也是師父對我們弟子的慈悲 就是怕我們受影響要保護我們而已 連善導大師都有說過 喜歡親近雜遠的人都是很容易被轉掉的 因為我們畢竟是普通人 各位 普通人只要亂看亂聽久了 他是很容易受到動搖的 我們看 像陳居士病到這樣子的時候 竟然還有佛佑在他身旁啰啰嗦嗦 要求他東修西修的 那定力如果不夠 一下子真的會被轉掉的 一旦轉掉就去輪迴 不用到淨土了 所以師父這麼說 其實也是為了保護我們而已 我們可能生生世世不能解脫 就是因為接觸的緣太雜了 這也是不能不小心的 我們人的時間其實也不夠多 尤其這個現代的人他特別的忙 所以只是安住在念佛的緣 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 不過 陳居士當時他是已經很穩當了 不管別人跟他講有什麼不一樣的 他也不會受到影響了 那往生前兩天 師父再次的去關懷 那當時的他已經不能講話了 那師父就問他說 你對往生盡頭還有沒有什麼擔心的事情嗎? 那陳居士就搖搖頭 表示他沒有擔心了 他現在都很安心 很肯定自己決定能夠往生的 因為有阿彌陀佛無條件救度的慈悲 這個已經在他的心裡扎根 那師父也給他肯定 那當他聽到師父的安慰 陳居士突然全身就坐起來合掌微笑 他家人看到也感到不可思議 因為當時的陳居士其實他是已經非常弱了 基本上他這幾天都不能動了 也不能講話 但是現在的他 竟然能夠這樣子起來合掌 所以就覺得說很不可思議 那真的 過後兩天 似乎預知要往生了 陳居士也是在佛號身當中非常安詳地走的 甚至走的時候還沒有人發覺 就是非常的平靜 一點掙扎痛苦都沒有 那這樣子肯定是往生淨土的 因為有念佛 有安心 又這麼安詳 肯定是往生的 所以我們看 喀爾大師就說 這幾句善導大師的開始就是說明 如果一個人整天靠自己動修西修 和念一句佛號專靠佛力的救度 是有差別的 你動修西修 他就會往生不定 甚至很難往生 一句佛號反而100%能夠得度 這個是一個事實 你有教理 也有事實 以我們現在的佛教界 有些人常常說很難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其實在根本上 他就是忽略了專念跟雜修 如果說你整天要靠自己動修西修 當然你這樣子就很難往生 但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是專念一句佛號 完完全全都是靠阿彌陀佛的願力 當然這樣子不管是誰都能夠成就 至於說你要學什麼佛法 到時你在極樂世界通通可以學得到 你看單單這個極樂世界的小鳥 他什麼佛法都可以講給我們聽 甚至那個時候 阿彌陀佛親自講給我們聽 各位你想想看 佛中之王阿彌陀佛親自教我們 你那還得了嗎? 所以如果說 我們要在這一生往生到這麼好的極樂世界 這一點就很重要 我們應該就像祖師所講的 舍雜修入專念 就是每天 每月 每年 一輩子 就是專念專靠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對了 講專念 也不是說我們什麼都不做 因為一般人生活你還是要過的嘛 所以你要做事的時候 還是要繼續做事 但是在往生極樂世界來說 我們就是專念專靠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夠了 至於說其他沒有什麼太大關係的佛法 也不用特別去學了 尤其現在的人又這麼忙 其實也沒有那個多餘的能力的 我們用那些的時間來念佛 來聽這個淨土中的法義就更加的好 因為跟我們還比較親近 各位 我們想想看 現在八萬四千法門 請問你能夠學得了全部嗎? 祖師大德他也學不了八萬四千法門的 所以八萬四千法門 其實他也不是給我們學的 因為講到要入門 其實今天你一個門就夠了 是不是? 我請問你 你進一個屋子 請問你需要幾個門? 你需要八萬四千門嗎? 還不是一個門而已 對不對? 你進了一個門就得到屋子裡面全部的服務了 就是說 我們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其實就夠了 因為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就等於可以入門 就可以得到全部 而且念佛法門還是三根普度的 就是每一種根基的人都適合念佛 沒有一個人是不能念佛得度的 因為佛說了 連五逆十惡的人都能夠念佛得度 那請問誰還不行呢? 所以既然我們已經決定要靠阿彌陀佛 當然就是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最好的 就好像考試考英文 那我們就先專讀這個英文嘛 這沒有什麼不合道理的 那要考英文 我們跑去讀數學嗎? 你讀數學啊?來考英文做什麼呢? 所以既然要靠阿彌陀佛的救度到這個極樂世界 當然我們就是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而且我們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還是萬德後名 就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包括三藏十二部的 各位 我們看英光大師說過的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只要念得熟 成佛 尚有餘裕 不學他法 又有和漢 就是說 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像英光大師所講的 功德都還有甚啊 福建話講的 夠無春啊 就是念佛的功德不止沒有不夠 而且還有甚 所以真的念佛就行了 念了佛 什麼都具足 沒有在學習他的 都沒有任何的遺憾 所以善導大師也總結說 自於眾行 雖明是善 若比念佛者 全非比較也 事故諸經中 處處廣佔念佛功能 其他的佛法雖然都很好 但是如果跟念佛來比較的話 就完全沒有辦法比了 所以在經典裡面 其實常常我們都會看到佛讚嘆念佛的功德 像在《阿彌陀經》 佛就讚嘆念佛是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的功德 像佛在《無量壽經》 讚嘆念佛還是無上的功德 就最高的 像佛在《觀經》 還讚嘆念佛人是最尊貴的人 菩薩會成為我們的護法 最後能夠得生淨土 所以讚嘆念佛的經句 是處處都可以看得到的 也就是說 念佛祂是非常殊勝的 我們今天能夠專念佛號 就是我們的福報 那一般的人 可能一開始害羞的比較雜 自己是自然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 這也是因為一開始初學 往往也找不到方向 你也不知道學佛來做什麼 那你什麼可能都會修一點 但是現在 如果說你既然已經找到了目標 已經決定說 我就要投靠阿彌陀佛 我就是要往生其樂世界 這樣最好就是轉入 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是最好的 如果今天你不能快快地轉 那你就慢慢地轉嘛 我有時候就開玩笑地說 你這個開車 有時候車上面太多的行李 你要馬上90度轉彎 可能還會翻車 就太多東西了 那既然這樣 你可以考慮慢慢地轉 本來可能你修十個法門的 一年以後 你轉成了五個法門 這就是一種進步了嘛 那你在那一年 就變成一個念佛法門 這就是能慢慢轉成功了 當然如果說 你今天能夠立刻轉 就轉 這是最好的 那如果說你不行的話 你慢慢轉也行 因為至少你有在轉了 這樣在念佛法門來說 你就是有進步了 那今天我們是學習到 《阿彌陀經》裡面講到 《阿彌陀佛無量光》 阿彌陀佛的無量光 其實就是攝取念佛人的 為什麼? 就因為念佛的人跟阿彌陀佛有親緣 有近緣 有真上緣 所以佛光會攝取不捨 也保證念佛的人決定能夠得度 那反之如果說不是專念佛號的人 是東修西修的 因為那些法門跟阿彌陀佛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所以自然跟阿彌陀佛就比較疏遠 也是要靠自己修 沒有直接能夠得到阿彌陀佛真上緣的靠山 所以到最後 善導大師說 專念佛號的人會決定往生 動修西修的反而就難往生的 就是這個道理 最後我把今天學習到的經句法語先讀一遍好了 阿彌陀經 彼佛光明無量造十方國無所障礙 事故好為阿彌陀 觀無量壽經 光明變造十方世界 免佛眾生涉取不捨 善導大師問曰 備修眾行但能迴向皆得往生 何以佛光普照為是念佛者有何意也 一名清緣 二名淨緣 三名真上緣 至於眾行雖明是善 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 事故諸經中處處廣佔念佛功能 極樂無為涅盤戒 隨言雜善恐難生 故事如來懸耀法 教念彌陀專復專 一切善念回生力 不如專念彌陀號 萬行俱回皆得往 念佛異行最為尊 回生雜善恐利弱 無過一日七日念 那好 今天就暫時先學習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繼續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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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佛陀佛 佛陀佛陀佛陀佛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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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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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